卫英寒寒呼呼地解释着,江城紧皱的眉头却一直没有松开,他追问道,你这身体,亏了底子,如今又怀了喜,万一,万一。 江城咽下了那句,他实在不愿意说出口的话,转向凤湛,一字一句地问道,韩光君,你能跟我保证魏无信的平安吗? 室内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,凤湛握住了卫英的手,郑重说道,江宗主放心,只要有我在,必会保得卫英平安。 卫英剑气氛有些凝滞,连忙说道,那个,江城,还有思锥和金灵,你们都不用担心我。 我和蓝湛马上就要去西天范境,去找蓝湛的师父孔雀大明王,请他帮蓝湛完成涅槃。 只要蓝湛恢复了真身,停他的灵力必然能够保我父子平安。 你们都放心吧,啊,都放心。 几人听说此事,方才都松了一口气,因为之前的气氛太过紧张,卫英便专挑些轻松的话题来聊。 江城几人心之肚明卫英是不想让他们太过担心,故而都配合着他,再也没提那些沉重的事情。 没有饮酒,这顿饭吃得自然很快,用过晚饭,打发了几个孩子回去休息,卫英单独约了江城。 两人一同去了江市祠堂,给江宗主夫妇上完了香,两人像小时候一样坐在祠堂门口聊天。 卫英斜靠在台阶上,看着漆黑的夜空,说道,江城,你想好了,以后要跟着毕游宫修行。 江城叹了口气,说道,想好了,你也知道,阿晴的情况,只有毕游宫的修行方法最适合他。 卫英知道江城说得对,但他不知为什么,心里就是有些慌,不放心地嘱咐道,修行可以,但其他的事情还是少参与为妙。 如今结教和禅教,隐隐有着一教高下的意思,要知道他们两派的掌门,还是牵师兄弟呢? 江城,你一定要小心些。 江城嘴上答应着,却并不怎么把魏英的话放在心里,说道,以游宫公主法力高强。 手下能人辈出,便是有那么一天,两教纵有一战,也不会吃了亏去。 与其担心我,你先顾好你自己,你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怀这个戏? 女人生子况且有风险,你一个男子。 哎,现在说什么都晚了,你万事都要注意些。 别像之前那样大大咧咧的,若有事,立刻告诉我。 魏英笑着拍了拍江城的肩膀,拉长音调说道,知道了。 江宗主,随后又凑到他跟前,神秘兮兮兮地说道,哎,江城,我问你一件事,死锥和金灵。 他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回事? 江城携了魏英一眼,说道,你不是都看到了? 就是你想的那回事,魏英八卦之心顿气,真的,你是说他们两个在一起了,什么时候的事? 快跟我说说,江城皱了皱眉,说道,他们两个自打从南疆回来,我就发现了不对劲。 阿灵那个臭脾气,你也不是不知道,他眼睛看不到了,心情自然不好,脾气越发暴躁。 隐隐有了厌世的意思,我和阿晴除了好言相劝,根本没有别的办法。 其实若是我遭遇了他那样的事情,被人囚禁了五年,折磨了五年,我可能还不如他。 后来我发现,他心情不好,并不止因为自己可能会瞎了,还因为心疼死锥。 江城顿了顿,说道,死锥那腿是生生被打断的,就连阿晴都束手无策。 那孩子若真的惨了。 哎,你不知道,那时候莲花屋日日都愁云惨淡。 可金灵无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,多么暴躁。 在死锥面前,他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。 甚至,他还一直安慰着死锥。 死锥心思重,想得多,无论两人那五年在南疆是如何相互扶持过来的。 回到莲花屋之后,他一直都逼着金灵,我想那孩子大概也是不想。 不想咱们家在中间为难。 死锥想和金灵断了,但金灵却不认,有一次。 两人又闹了起来,恰好被我和阿晴碰到。 金灵跪在我们面前,求我们让他和死锥在一起。 江城叹了口气,两个孩子已经那么惨了,我这个做长辈的又如何能忍心拦着。 我和阿晴便默许了,可死锥却一直没有松口,想必是觉得他的腿不会好了。 他拖累了金灵。 况且,他也担心那两个孩子,怕他们接受不了。 后来不知金灵是怎么跟金一金儿说的,两孩子竟然跑到死锥跟前,要求他和金灵在一起。 那两孩子从小就没了母亲,是阿晴把他们带大的,他们虽然嘴上从来不说。 心里想必是希望能有母亲的,当然了,多一个父亲也可以。 四锥对孩子又有耐心,那像金灵,成天呼呼呵呵的,两个孩子拜他为师,他别说打骂了。 连句重话都没说过,两个孩子跟他很亲,很黏他。 卫英听到这里,但笑着说道,这么说,现在你和温情都同意了,金灵更是求之不得。 两个孩子也愿意,只有四锥没有松口。 江城点了点头,那孩子极有分寸,我琢磨着,他一直没答应,应当是你们两人没同意。 毕竟他从小是韩光君带大的,他们之间有着养育之情,在外人看来。 他不仅是你们姑苏兰时的子弟,还是韩光君的养子。 卫英叹了口气,说道,四锥这孩子,心思玲珑剔透,我看他和金灵两人相处的情形。 他对金灵不可能没有意思,只是他考虑得多,顾虑也多。 你也不用担心,我来之前,他正巧去找蓝湛了,蓝湛。 他虽不记得从前的那些事,但他绝不会反对四锥和金灵在一起的。 只要他不反对,四锥就会把心里的包袱放下。 江城感叹道,我从没想到,金灵最后会跟四锥在一起。 若是从前,我就是打断金灵的腿,也不可能答应。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,我突然发现,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暂,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 何不顺心而为,也不往回一回。 魏英泽泽赞道,江城,我发现你的觉悟越来越高了,看来你离成仙之日不远了。 那必由公公主修行极高,而且她是玄门正统,你跟着她好好修掠,想必很快会有所成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